在英國南部城市南安普敦大學教書的港師王貧 早前正在街上慢跑的他突然馬路開來一輛車 車內有四名白人用充滿種族歧視的語言及粗口 對他進行言語攻擊 向他講了病毒離開這個國家等說話 不甘被獄的王貧就反罵他們 本來車輛已經往王貧的身後開走 起了車上的人突然截犯 隨後下車並毆打王貧 恨有好心的目擊者和路人 一個叫救護車一個報警 並將襲擊者的車牌記錄低 關於華人在外國被襲擊的事件 近期可謂屢見不鮮 為什麼香港還有不少暖英人士 寄望到英國展開新生活呢? 自從英國推出BNO不介日簽證計劃 吸引港人移居 有關議題就在香港議論紛紛 大家最想聽到的故事 大概就是過到英國的人 不少都重複 找屋難 找工更難 近日又有媒體大致標題報導 關於BNO的新聞 請英國政府准許太空人移民 讓BNO申請家庭可以分開申請簽證 即夫妻一方可以繼續留港賺錢 另一半和子女先到英國適應生活和讀書 有移民顧問認為 新智隱令港人家庭更為靈活 為提醒當地五介日共六年的條件維持不變 即遲到的一方仍然要坐移民監 某些媒體對於有關計劃的大書特書 不足為奇 因為在他們眼中西方永遠是最好的 不過就認為新智隱的好處在於BNO申請家庭 可以留下經濟支柱在香港賺錢 然後供養身在英倫的配偶及子女 當然選擇移民與否全是個人及其家庭的取捨 別人應該尊重 但問題在於因為要移英而令家人分隔異地 不會出問題嗎? 多少家庭產生問題的開端是因為配偶做太空人而起呢? 就如筆者在文章開頭所見 現在英國的問題在於英國不少人根本歧視華人 即使當港人移民、移英之後工作 學習以及接觸的人士一般沒有問題 誰可以猜到他們走在街上 不會成為英國人的沙包 突然被痛吐一頓? 而這個歧視、排華的問題 筆者看來在短時間都沒有辦法解決 英國想到港人可以香港賺錢、英國收錢的新方法 筆者不知道他是真心為香港市民 還是為英國庫防著想 但筆者可以肯定的是 不論是中英聯合聲明 還是其他義務 香港的事與英國其實再無關係 英國要借香港甚至新疆問題搞下去 小心脫歐問題未完全解決好 在中國問題又陷入黎澤 最終拖垮自己 即使部分香港人有錢 也未必救到大英帝國